在我国的封建时代,那些王侯将相他们不甘心失去,在世时被别人前呼后拥的王权,所以在此后也要陪葬奇珍异宝,甚至将自己的妃子也陪葬在自己的墓中。 但是,显为人知的是,这些王侯将相去世的同时又多了一种职业,那就是守墓人。 守墓人对坟墓的敬重,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伦理思想中,可以说是工钱的。 不要说皇家陵园的威严和气势,但就是在民间,也是体现忠孝情绪的关键所在。 一个家族往往会把世事的亲人埋葬在一个地方,既便于祭奠又便于管理。 守墓人就是坟墓的最高权威,守墓人多是与家族血缘远些的孤寡老者,黑衣黑裤,沉默而消瘦。 也许在长期的墓园吸纳招物和吸灰,总给人阴气弥漫的感觉。 这个行业一般都已是格局,整天守着一座又一座的坟墓度日,但是你也别看战阵一行的人,悲凉凄惨。 有资格为皇室登守墓人的人还真不多,他们大多都是有战功的军人,或者是犯了过错的那些皇室宗亲,再有就是这些皇侯将相生前的得力助手罢了。 除此之外的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为皇室家族守护坟营的。 守墓人的行规也是极其严苛的,他们平时不能和外界随意接触,如果有人来祭奠王者,他们则必须躲得远冤的。 这类人一般都没有家眷,也没有后寺,一旦担任了皇家的守墓人,就相当于被宣布了死刑,要一直被皇家守护到去世。 如果之前曾经有过家眷和后寺,一旦去给皇家看了坟营,就再也没有了和家里人见面的机会。 他们的余生就要人不人,鬼不鬼的在皇家陵园里活着,白天都不能够在陵园内随意走动。 到了晚上,又必须在陵园内不停走动,以免有盗墓贼破坏了帝王的灵寝。 在饮食方面更是严格,他们只能使用从陵园内撤坏下来的那些不新鲜的供品,绝对不允许私自生火做饭。 但是,作为守墓人有这样的好处,那就是,如果一个家族之中有一人为皇家看管陵园,那么这个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免除一切摇曳,免除赋税。 甚至,这个家族中的成员都能享受到朝廷的俸禄,放在今天来说,就是整个家族都成了国家的公务员,都能享受到不错的待遇。 这就有点像皇宫中的那些妃嫔一样,一旦得到了皇帝的丑姓,整个家族都会跟着沾光。 但是不同的是,守墓人在入行之后便会孤独终老,光景凄惨。 但是历史上,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守墓人,明崇祯二年,皇太极攻下宗化,直逼北京城下。 从真地逮捕袁崇幻下宇,半年后,予以袁崇幻托付不孝,专时欺颖,以视你则资道,以谋仪则斩率,扣于西市临时急行。 当时,全城百姓广受蒙蔽,指中为奸。 袁崇幻有一位部下姓蛇,在袁崇幻被临时之后,急冒死偷出其头颅,之后偷偷地掩埋在自家后院,地处北京广区门内的蛇家关街,人称广东一员。 多年后,蛇壮士大饼,临终前他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并立下,不能围观,不能回广东老家,未被守组的祖训。 此时正是1630年8月,自此以后,蛇家世代开始为原创坏幕守戮,敏不外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